好 我们先回顾一下行列式部分的一个重要结果 即行列式按一行或一列展开 我们以一个三阶的行列式为例 我们可以任选一行或者一列进行展开降阶计算 那么假如它按照第三行展开 所得结果如下 这里面每一个二阶行列式都是对应元素的鱼子式 我们反过来想 这样一个鱼子式是把A31划掉了 它所在的航和列之后所剩余的小行列式 我们逆向思维 A31可否是看成 将这个子式所对应的行和列划掉所剩余的呢 也就是把第一行第二行 第二列第三列划掉 所剩余的A31呢 这种逆向思维 引导我们产生了进一步的想法 也就是说一个元素有鱼子式 那么它的结束扩大一点 它如果可以看成是个一行一列的 我们把它规模放大 两行两列的 是不是也有对应的鱼子式 甚至代数鱼子式呢 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改出的概念 我们以一个具体例子来进行说明 这样一个五节行列式 我们如果选取第一行和第四行 选取对应的另外两列 第二列和第三列 行列交叉点上所得的-12-57 这是个二节的小行列式 我承认之为二节子式 它也可以定义鱼子式和代数鱼子式 类似的与元素的鱼子式和代数鱼子式 都可以自然的推广过来 这样你将这个二节子式所在的行列滑掉 所剩余的九个元素 位置保持不动 所得到的这样一个三节的小行列式 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 该二节子式的鱼子式 那么代数符号就是代数鱼子式了 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符号 负一的这些指数和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原来的二节子式选择的是 第一行第四行 第二列第三列 负一的指数实际上就是 原子式它的行列标之和罢了 有了这个内容 我们就可以将前面的行列式 按某行某列展开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 即拉巴拉斯定律 N阶行列式D当中 任意选取K行 那么在这K行的基础上 你所组成的K阶子式 都对应着有代数与子式 那么子式与其代数与子式 对应相成再取核 其结果就等于原行列式 当K取一的时候 就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 行列式按一行或者一列展开的定理 该定理得自于法国著名数学家 拉巴拉斯 定理的证明我们省略 为了详细的说明它如何运用 我们以例子先行 比如这样一个四级行列式 我们任意选取两行 比如说第一行和第三行 那么在这两行的基础上 与之相关的二级子式 有多少个呢 一共是四列 那么四列里面选取两列 与这两行对应就是二级子式了 选择的结果是C4 六个 我们来看一下 是哪六个呢 我们逐一裸列出来 各列 四列当中任选两列 就得到了六个二级子式 容易的 我们也可以得到每个二级子式 它对应的代数于子式 大家要注意这个符号 符号的写法我们知道了 就是复一的指数是 前面这个子式 它所设计的行列标之和 那么拉巴拉斯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说的就是原行列式 原来这个D行列式 它的结果就等于 每一个子式与他代数于子式 相乘在取核 捉顿厮杀 捉顿相乘在求核 这就是结果 那么有拉巴拉斯 定理 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个结果 准对角矩阵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一个方阵 它的非灵元素 集中在主对角线附近 我们就可以按主对角键进行分块 每一个子块 都是一个小方子块 有小方阵 那么用拉巴拉斯 我们可以计算 该对角矩阵 对应的行列式 有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A的行列式 那如果选取A1所对应的前R1行 那么A1所对应的 于子式 当然是右下角这一块了 它们的符号呢 代数于子式的符号呢 是 复1的 所有选取的行标 就是从第一行加到第二行 一直加到第二一行 这是行标之合 再加上列标 因为它的对称性 A1是在主对角线上 它的列标还是这些 那就是二倍的 那么复1的偶数次米 当然是正义 就上队了 因此 这个准对角阵 它的行列式的值 中间就包括了 A1的行列式 成为它对应的这一块 对应它的代数于子式 然后再加上 其余的各个不同的 A1节的子式 但是这些子式 全为零了 为什么呢 你一旦不选取 前面的A1列 一旦有一列选自后面 而这一列是当然全零列了 导致对应的那个子式 其之为零 那么也就是说 后面这些全是零 根据拉普拉斯 A它的行列式的值 就等于A1 乘以对应的代数于子式 就是A1 它带这个子式 乘以右下角 这个的行列式 而进一步 我们继续推导 如法炮制 就可以分析出 右下角这个 小行列式 与子式 又等于A2的行列式 乘以进一步 往下压缩 逐层推导 就得到 这样一个结果 它就利用了 拉普拉斯定理 选择了那些 一旦出现了零比较多的 那些行和列 就会大大简化你的计算 好 最后 我们利用上述内容 来给出 行列式的惩罚法座 也就是下面这条例题 求证 恩杰方阵 AB 他们的行列式之间 有这个关系 也就是乘机的行列式 等于行列式的乘机 对于等号左端的部分 我们可以给它乘生个1 也就是单位阵的行列式 然后进一步 我要原为构造一个高阶的行列式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这里面 A乘B 是行列式的左上角 单位阵E 在右下角 右上角是个 0 是个0矩阵对应的 左下角 是矩阵B 这里面 我为什么写 矩阵B呢 为了后续 我们进行 分块 出等变换的操作 后面 我们就有感觉了 因为 根据 拉普拉斯定理 这面 我们是用的是 拉普拉斯定理 当你选择 前面这些行 前N行的时候 你只有选择前N列 这个子式 乘以它对应代数字 才能保存下来 其余的一旦有一列不取字 全面的前N列了 那么就是全0列了 那么导致那个子式就为0了 对应的那个成绩项也是0了 从右往左看 就利用拉普拉斯定理 好 进一步 下面 我们就用分块 出等变换的手法 我们知道 分块的消法变换 是不改变 行列式的值的 那我们如法炮制 第二行 左成一个 负A矩阵 然后夹导 第一行上 也就是第二行 都左成负A之后 加到第一行 如此结果 A B 减去 B左成个负A 然后0 减去 E左成一个负A 结果就是这样一个 内容 看到这儿 就比原来的举论简化了 至少我把A乘B 消掉了 将A和B 分开了 分割开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 分块的幻法变换 将这两行调换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一次分块幻法变换 相当于若干词 普通的幻法变换 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知道 行列式当中 交换两行 那么前面就加一个负1 一共进行了N方次的两行互换 手法就跟我们前面所操作的 它的一N行 逐次与下面的N加一行 一直到二N行进行互换 然后在N-1行 再与下面的行进行两行互换 一共进行N方次 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当然了 你可以采用另外的方式 这种互换的方式 可以有不同 结果是一致的 这里面有个负1 接下来我们把负1提取出来 也就是后面的N行里面 都提出了个负1 一共提出N个负1 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行列式 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利用八plus定理了 比如我们选取前N列 在前N列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得到这么多个 N接子式 就是二N行里面任选N行 但你只有选取这一块的时候 才得以保留下来 道理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因为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全0行 使得对应的子式直为0 这么多个里面 只有一个保留下来了 也就是B这个对应的子式 乘以对应的A这个子式 得到这个结果 中间它对应了代数于子式的符号 你可以由AB它的对称性 得到是个负1的偶数次密 我们就省略了 最终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N方加N 就是N乘以N加1 这里面肯定是一机一偶 乘机为偶数 那么这个值就是正义 最终得到这样的结果 最左端等于最右端 我们就证明了 行列式 惩罚法则 成绩的行列式 等于行列式的成绩 对于恩杰方针而言 是成立的 我认为脑子 是 我认为 我认为